嗨大家好我是冯小厨 今天分享的是闽南花生汤 就传统古早味的做法 一家老小多爱喝 平底锅不用倒油 直接加入350克这种红皮花生 然后小火慢炒 这个火的话千万不要开太大 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炒熟 等下更好地去除这个外衣 而且我之前去年就有分享过 这个闽南花生汤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是跟其他菜谱放在一起的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收那个标题收不到 今天就单独给它拿出来 而且这一次我分享的古早味做法 真的是超级好喝的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小火炒了10分钟的状态 像这样一捏就能脱皮就可以了 关火 我们给它铺开稍微放凉 朋友们就是教你们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把这个端出去这院子里面走一圈 它就自己就凉了 6度的威力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这样搓搓搓 找外衣给它吃的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也觉得很好笑 就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标题里面收不到我的菜谱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纳闷 就是我自己其实按这个花生汤来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年的花生汤它到底藏在哪个菜谱里面呢 所以今年我在标题上尽量写上菜谱 就是方便朋友们搜索 也方便我自己搜索 有没有特别朋友好奇我那些外衣是怎么弄的 可以这样 干脆 拿出我们家的正面之宝破壁机 加入三分之一的花生等会打碎 铺面而来的香气 这样子炸成粉末的话 等一下那个花生汤喝起来就更加容易更香 砂锅里面倒入2300毫升的清水 接着倒入花生然后大火煮开 朋友们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熬这个花生汤等它烧开之前 人就千万不要走开不然的话这个很容易逆锅的 等转成小火了就比较安全一点 三分以后我们转最小火慢炖两个小时 真的是二楼都能闻到这个花生汤的香味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就光花生就能熬出这种颜色 真的太浓郁了好香 接下我们就可以加冰糖了 我准备的是30克可以根据个人的那种甜度 我这个加下去是刚刚好的口感 为了口感更丰富我会倒一瓶纯牛奶 就250毫升 然后煮到白糖融化就可以开喝了 真的是超级的香 这种清淡的花生汤 拿点鸡蛋 我老婆还打了一个鸡蛋 他喜欢里面加一点鸡蛋 然后滚烫的冲下去 以前我们冲开水 鸡蛋冲开水 以前啊 早餐是吧 对 哇 纵向丝滑 今天还炒了一个山海青 然后再来一点鸡蛋 这个是油条 还有花菜 配着一个花生汤 这个是超级香 我来下鸡蛋 你要自己这样吗 下鸡蛋 我先上 我先上 你先上 你先进去吃一条 太好了 我超级 咖啡蛋 嗯 好吃 咖啡蛋 好吃 我先把那个吃完 妈妈给你鸡蛋 油条可以干 小豆不要干 油条干的吸饱汤汁 谁哥哥 哥哥 因为弟弟吃的太快了 你老师说你明天早上8点前就要到学校 因为你要穿一个布娃娃 迎接你的同学 跟他说开学快乐 穿一个很大的布娃娃 好 我在那里 中指在那里中了 对 懂吗 妈妈 哥哥要去油条 油条就给爷爷 对啊 油条 嗯 老李啊 你一口耳根一口 油条是吗 嗯 很香是吧 嗯 是吗 妹妹还要不要 嗯 尝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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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